慈激踢爆蔡政府 擋買BNT疫苗內幕 讓陳時中被追問到大炸鍋 狂搶這些話 到底有沒有擋疫苗 去年4月3加11量破口 導致5、6月疫情大爆發 郭台銘5月說要捐疫苗 卻被陳時中紅梅原廠授權 指揮中心還諷刺買不到 直到郭台銘大罵政府技術拖延 蔡總統19號才跟鴻海台積電會面 當天立刻拍板他可以捐 就連慈激6月表態 要買BNT疫苗捐贈 陳時中竟說太多單位買會造成困擾 又說他沒有原廠授權 直到6月底 政研法師跟蔡總統視訊後 政府才宣布慈激可加入捐贈行列 從頭到尾政府自己一劑BNT都沒買 政府拿沒原廠授權來擋民間買苗 偏偏只有見過蔡總統後 大家才瞬間可以買苗 要蔡總統點頭民間才可以捐苗買苗 我有炮轟媽祖要救命還要先去拜託慈激喔 不過人民死活最基本道德底線都沒有 陳時中這麼聽蔡英文的話當然不是瘋子啊 陳時中說我瘋了嗎 陳時中你沒瘋 你腦筋清楚的 因為政府那時候進不來嘛 政府買不到 如果說民間買得到 那不是政府證明政府很無能嗎 他就不願意讓你進來啊 你進來就表示他不行嘛 那你怎麼可以進來呢 我進不來我也不准你進來 所以這些人想的都是政治啦 可惡就在這裡 政治利益大於台灣的利益大於台灣的利益 陳時中嗆瞎自己沒瘋 腦袋沒壞 但當花幾十億捐苗的鴻海慈激 都說蔡政府意識形態作祟 技術性卡苗 百姓想問到底是誰鬧袋壞掉 記者謝宏盧 李玄 SNG小組 台北報導 好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瞄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